明星情商可以有多低 李倩与魏大轩在节目里游泳时 魏大轩却吐槽他穿的泳衣 怎么了 你这个一会儿穿下水吗还是不 甚至还动手撩人家的衣服 这衣服是连着的吗 对啊 哦这是连着是一套 是一套的啊 对 下水后还向李倩所吻 这举动也太猥琐了吧 切男与七威在节目里光脚做游戏 刚坐下就被七威嫌弃脚臭 我感觉有份 我感觉有份 是不是要认输的意思 主动攻击 我有解药 这是你一创的好不好 需要消毒吗 我懂消毒 这个干净为什么 人名也是被编程当众说脚臭 好但我前段时间是坚持了 因为我脚特别冷 到下来的时候脚也被冷 好了弟弟的亮 不仅如此 还直接对人名的外貌指指点点 就是一个不怎么好看 然后也不怎么高 平平无奇的一个剪辑 甚至内涵人名年龄大 只要有机会合作 我都还挺开心吧 证明我自己很年轻 对吧 什么呀 不是 你如果说演我个阿姨 演我个长辈 你真的觉得还自己很年轻吗 而人名还给他台阶下 他却不领轻 应该不会让他们的角色来找我吧 演阿姨 那你觉得你演什么 就演情侣关系啊 或者演同学啊 演就是正常日常我们 那个世纪能碰到的角色 这都能忍得了 小查可忍不了 某宗益秋老师 难得出去爬山放松一下 因为回来晚了 没有人做饭 李静直接怒纳 爬山去了 嗯 啥时候回来啊 不知道 厨房一塌糊涂 他就是要去 他就是要去 六点十几口的人吃饭 谁拐啊 秋老师急忙赶回来道歉时 喝碎还给人家甩脸色 有人要跪一下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就上面那个白色 刨上去的那个芝士 我有带 他会弥补的 他会弥补的 我会跪下的 哎哎哎哎你赶紧去 主动道歉的邱老师 还是遭到了李静的责备 姐姐我来晚了 然后你先吃点花生 我汤就火起来了 五点钟 什么都没有 我们十个人吃饭 我说邱老师呢 说邱老师爬山去了 我现在已经气消了 我回来那火 但是邱老师他坐如针丹 他确实是怀着一路的钱 但是真的 邱老师站在一旁 委屈得像小孩子一样 难道素人就应该任人辱骂吗